我今天走棄之路線有成功嗎? 有有有 我們的白編魔咒再度發威 在哪裡都可以延長賽 任命一條 歡迎收看本週的TSNA體育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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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本週的TSNA體育週報 我是小編認知 獨不全球的中華職棒開幕戰原定4月11日 有樂天桃園在主場對上忠信兄弟 因為天空不作美的關係延賽 12日忠信兄弟主場迎戰統一 成為終職第一場開打的賽事 兩隊殺盡延長賽統一在11局上 靠著陳潔線以及郭富林連續的長打 最終以4比1幾個兄弟拿下本週所勝 我們的白編魔咒再度發威 在哪裡都可以延長賽 任命一條 據傳大聯盟與大聯盟球員工會討論的開機方案中 包括30隊集中在亞利桑那州比賽 對此大聯盟8日表示 這只是他們考慮的方案之一 同時否認他們專注研究這項方案 強盜公共安全仍是首要之物 國中籃球聯賽12日落幕 女子冠軍戰宜蘭復興國中 在張玉蘭貢獻25分之下 帶領球隊以69比59擊退民族國中 收下隊士第一次冠軍 張玉蘭也抱走了MVP 男子冠軍由苗栗大倫國中 對上新北安康國中 大倫在決勝節上演了逆轉秀 以79比75拿下隊士第二次冠軍 本季瑞富可檔的台皮 9日以78比69輕取九泰 提前在下半季瘋王包辦上下半季的冠軍 以上就是今天的TSNA體育週報 我們下禮拜見 獨步全球的中華職棒開幕戰 原定4月11日由樂天桃園 在主場對上忠信兄弟 因為... 我有忍住喔 據傳大聯盟與大聯盟球員工會 討論的開機方案中 包括三十...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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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對... 大家好,我是馬路可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週報 記得開啟小鈴鐺跟訂閱我們喔 謝謝